相较于马云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在美国民众中的知名度要低了许多 但在中国 王健林的名字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家喻户晓了 如今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 王健林已经将目光放到了海外 并制定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 海外扩张计划 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中国首富 王健林与他的商业帝国 王健林如今成为了国际市场上 最闪亮的人物 无论是在经济论坛上发言 与好莱坞明星互动 还是在欧洲知名足球俱乐部的谈判桌上 王健林都在不断地展现着 自己的影响力 他如今和马云一起 成为了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人物 王健林掌控的大连万达集团 是中国最大的私营地产公司之一 而如今他们正在努力实现 产业国际化和多元化 那么在雄心勃勃的计划背后 王健林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我们现在主要是地产这个板块 不太发展 要稳定一个收入 今后不作为我们收入的主要的支柱 主要发展两个板块 第一是我们的文化产业 这个文化产业包括娱乐 包括体育 包括旅游 这个第二大板块 再一个比较大的板块 就是发展我们的金融产业 企业金融 比较新的网络信贷 王健林已经将眼光放到了海外 并宣布将在今年进行 多项国际收购行动 耗资将达到30至50亿美元 其中体育和娱乐产业 将成为被重点关注的领域 体育在中国是适事 体育产业在中国是零 没有 而中国政府又出台了一个 十年体育产业的正新纲要 要十年之内把体育产业 做到五万亿人民币 就差不多接近六八千亿美元 就这个体育产业 那就是应该比美国现在 还要略大一点 国家为了 除了这个规划纲要出台以后 给了有很多优惠政策 鼓励地方政府投资 鼓励什么建设基础设施 可能体育产业的公司 也会优先的 获取土地资源 IPO 银行贷款等等 而在谈及万大集团 开始走向海外 是否与中国经济放缓有关时 王建立是这样回应的 什么不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思考 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公司如果要成为一个 一流的公司 应该是跨国企业 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 如果我在中国也可以做了 1000美元收入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品牌 对我们企业的转型 都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必须要 占领国际市场 王建立还称 对于海外投资的额度 万大集团每年是没有封顶的 只要找到好的海外公司 万大集团都会考虑 将其收购下来 王建立在说这番话时 显得雄心勃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